不要欲望太重 男女凡事不要过多 要节制 要节欲 这样就能保经 所以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古代的皇帝 他生活条件那么好 但是长寿的没几个呢 为什么呢 教室三宫六院七十二兵飞 精气好散得太厉害了 所以这是大忌 所以这是第一条 怎么保养圣经 第一是要节欲 第二就是要什么呢 可以进行一些按摩 这当然都是外在的 要按摩 按摩什么位置呢 一个是下三天 还有一个后面 跟他相对的后面叫下光 这两个位置 我们可以用手 两只手前后 一起按摩 顺时针 有的多了 可以做到六十次 甚至于一百二十次 以六为周期 比较好 因为按照周一上来说 宇宙万物的节律就是六 所以六这个数字很讲究的 六十次 前后一起 给他按摩 前面叫下当田 后面叫下光 后面有三个光口 光就是光口的光 分别为下光 中光和上光 前面有三个丹田 分别为下丹田 中丹田和上丹田 所以我们在下丹田这里 因为古人发现 这个圣 两圣之间 有那个金 金当中有那个气 叫金气 金气 这个气呢 这个气叫什么 这个中间叫命门 就中医上讲 叫生命的大门 就在这里 这是生命的大门 所以要经常给他护养好 你可以经常按摩 一直要按摩到温暖为止 微微的有点发汗 这个时候效果最好 每一天都要做 护养的金气 这是第二种办法 第三种办法 当然在饮食上面 也可以进行一些调养 有很多补肾的药 不能说药 就是一些食物 一些食物 不要乱吃药 不要乱吃药 要食物 比较平和一些的 比如说有枸杞 山药 核桃 黑芝麻 黑豆 像这些 这些东西 按照中医来说 黑色是入肾的 黑色的 因为肾是水 水就是黑色的 所以黑色是入肾的 所以吃一些黑色的东西 也有助于 我们保精 保养的精气 这个是三种做法 感谢你 有没有 有没有 不用